Mac55問你Tesla 它說今年的走勢怎樣呢 它說有沒有機會重返一千美元呢 Tesla如果要重返一千美元 當然要給他多一點時間 譬如說很通俗 或者是一些用數據分析的理論都可以看到 最通俗的理論就是什麼 在短期內掉到這麼重傷 你會升上去的話 正常每一百元都有無數的沽盤沽下來 這是最簡單技術解釋的理論 而第二就是Tesla整體的下跌過程 是可以用很多的事情去概括的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概括已經是事後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在整體那個所謂的原因裏面 我們可以先是籠統地去round up round up完之後再看看股份的前景 或者長遠的看法 首先我先離身了 我自己本人南華基金都有Tesla 現在很明顯在喊價 所以我分析我整個post and coin 你覺得我有沒有一個 因為有課而有個偏見 或者有色眼鏡 這個要你們自己再去過濾 因為我分析完 我先說了兩者都有 好 Tesla在近來回這麼多的角度 很容易用fundamental去解釋 其中一個是在上海那裡 其實是停了一個月 停了一個月 它單一個月是沒有了五萬架 所以在免數那裡 其實對你來說影響很大 但是其實你如果是因為一個月的 所謂的失敗 或者是一個技術性的失敗 而往後每一個數目都不看 就是說我不管2030年 萬一是好像青帝青亡那樣 賣到多少千萬架 你不管的 你這個月是炒了 然後你說會跌到零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我毫無話可說 但是市場在短期裡面 它是不理你的 總之在quarter的業績 就是它有機會來講 是因為上海停了一個月 是令它的免數為差 那它就先側了下去 這個是第一種看法 而第二就是說 在技術層面那角度 其實這個股票 大家都明白 它有很多人造淡的 這個股票 就是很多昔日那些基金的老大 或者大型的機構投資者 都是不斷沽空它 不斷失敗 然後很生氣的 但是現在呢 就趁著它搞Twitter 或者是分了心的時候 再加上股市的股值 就是擠壓那個所謂的泡沫 然後令到跌勢的家劇 那時候 老實說 這個肯定很多那些 就是大型的機構 乘機追沽 或者踩多 就是賭多些貨出去 就是報仇的 就是報仇的 就是去 就是去 側它低一點 然後更加漂亮的價格 去平它的淡倉 這個 所以形成了股價 是有這麼上下的下跌 就是這樣的幅度的下跌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這樣 好了 最後就是講一句 Tesla 我個人會覺得 如果你對於它的波幅 在短浪的角度 你是承受不了的 或者說回得厲害的話 我覺得地球有問題的了 其實這個股份 就不適宜你投資了 因為Tesla 不要只說這一段是跌50% 你說的是昔日 它由很低很低的價位升上來的時候 它都經歷過幾次的浪疫 是跌差不多50% 甚至最厲害的時候 是60幾個% 都試過 譬如說很久之前 兩年前的疫情的時候 它從未拆小的時候 300元 它跌到下去 只剩下百多元 鬆一點 所以就是說 昔日也有試過 相對比較大的波幅 那現在是有這樣的回調的幅度 其實在這個 美股市市式的大的 是縮表和加息的情況之下 它有這樣的下跌來講 其實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覺得 當然 在短浪的角度 如果你說 現在這個位置是抄底的話 如果你說 沒有什麼心臟強大的 當然最好就是設置止選位 這個 我都很明白的 畢竟除非你對它有很大強烈的意志 實際來說 你讓它有50元 50元 50元 這樣走的話 我知道你會很辛苦的 盡量不要令你那麼辛苦 你不如設置止選位 會好一點 好 或者朱sir簡單來說 就是長遠都看好的 不過覺得短期 下跌都難以避免 是的 沒錯